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挪亚 西谷人出走 投资人撤资 其中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人才 来自中国的企业 川普政府对中美贸易采取强硬政策 让许多来自中国的资金收购 合并 交易 因此取消 让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大幅下降 回顾2016年 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高达460亿美元 2017年投资额度大砍一半 只有242亿美元 去年美国的中资直接掉到剩下48亿美元 降幅高达90% 中资对西谷的投资也跟着减少 西谷有大量初创公司 初创公司找资金本来就不容易 过去细股初创公司的资金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资 去年川普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严审中资 审查时间冗长 让中资纷纷缩手 退出美国市场 新闻军来看 您是Facebook的重度使用者吗 您有没有常常因为刷脸书耽误了正事 过去两年 Facebook因为泄露用户个资 侵犯隐私权 还有俄罗斯网均透过Facebook 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等丑闻 让许多名人开始带头 鼓励大家删除脸书账号 有专家建议借除脸书的方法 专家说如果您决定永久删除脸书 要记得先下载一份备份 如果您只是想暂时停用脸书 那么可以到管理账号 点击停用账号 让他人无法查看您的个人档案 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 生活中没有脸书 您还是可以透过email 手机或者是直接见面的方式 和亲朋好友保持联系 希望最后来看 老年人可以透过输入 年轻人的血液回春吗 最近在湾区有科技医疗业者 提供换血服务 输一公升16岁到25岁年轻人的血 要价8000美元 换血公司的负责人没有医疗执照 他宣称换血不但可以回春 还可以预防癌症和阿兹海默症 目前这家换血公司 已经有150名平均年龄50岁的客户 不过UC Berkeley学者呼吁 换血可能会导致健康风险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换血能够回春治病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